任何一檔股票都可以透過財報分析 計算出它合理的企業價值 在股票市場中其實要賺錢 除了好公司之外 好價格也是非常重要 股票市場賺錢有幾百兆 但是真正能夠讓你安心賺大錢 真正能夠讓你用投資的方式 去看待股票這個市場的 真的就是買低賣高 你Focus在企業上 Focus在企業價值上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追著小狗跑 追著那股價的波動 我要跟大家推薦的是這個 標股金APP裡面 我們在最新的版本 把這個PEG納進去 一樣有這個小樹苗的依據 你就會看到特價便宜合理 昂貴跟瘋狂 好價格的部分 除了PEG之外 我們標股金裡面還有一個 河流圖 用滾動式的 這也是市場唯一一個用滾動式的客流圖 那這也是市場唯一一個財報 AI的APP 標股金除了計算好價格之外 那剛才慶容不是有提到說 我有一本著作12招 獨門秘技找出標股金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高勝率的選股策略 那這也都收入在標股金裡面的選股 那這放在所謂的龍選股裡面 它可以幫助大家快速的去篩選標的 有機會可以讓你贏在起跑點 如果你有什麼不懂的 歡迎可以先加入這個免費的LINE群 掃描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資訊 跟贏家的觀點 我覺得最近的股市還蠻蠻蠻有意思的 就是股市波動加大 然後看到很多的一些新聞 那最近我有看到一則新聞 剛好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 台灣這一兩年的經濟其實表現還蠻好的 那在表現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的企業都在加薪 很多企業都在加薪 然後根據主基柱的統計 我們一月份的經常性的薪資 國人一月份的經常性薪資 已經來到了4.4萬 這個已經創下了 民國100年以來 就是大概過去10年以來的一個最高的水準 那加薪加到了最高的水準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感受加薪的快樂 那雖然老闆幫大家加薪了 老闆幫很多的上班族開始加薪了 但是卻出現了一個狀況 其實就是通膨蠻明顯的發生的 所以雖然一月份的薪水 普遍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成長2.91% 但是考量通膨之後 基本上其實是原地踏步的 是沒有 基本上是沒有增加的 那這也反映在最近還蠻明顯的 我記得我以前買 我去那種甘馬店 家裡巷口的甘馬店買一顆雞蛋 我記得一顆雞蛋大概就是4塊錢而已 但是前兩天去買一顆雞蛋 竟然要7塊錢 哇突然怎麼蛋變得這麼貴了 所以你買個五顆雞蛋就要35塊這樣子 所以早餐店的蛋也會漲價 因為他們的成本都在大幅的上升 所以蛋漲價了 所以早餐店的早餐也跟著漲價了 所以大家很明顯的整個消費都開始出現了攀升 所以薪水雖然有點增加 但是物價通膨也導致了你 基本上你的一來一往之間 大概還是維持差不多的水準 那我記得去年開車的時候 加滿一台 加滿車子的1000塊應該就可以加滿了 但是現在1500還加不滿 這也是油價在漲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了 其實台灣的通膨算是沒有這麼嚴重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已經沒有這麼嚴重了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個通膨的壓力 那更不用說現在很多的國家 開始面臨通膨的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那尤其是美國 美國非常明顯 所以在通膨的這樣子的一個壓力下 其實它就會讓這個接下來我們3月份開始 我們的金融市場 我覺得這個俄烏戰爭 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除非它擴大為更大的世界大戰 不然其實這個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其實已經淡化了 那唯一現在開始要大家比較關注的 其實如果是就企業來講 大家當然要看財報 每家公司的財報的好壞 會攸關它的這個企業價值的評斷的一個準則 那如果財報表現好 那它股價就有比較有抗跌的能力 但是如果財報不好 馬上就會面臨無情的砍殺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會影響金融市場的這個戰爭因素已經淡化了 那接下來就是財報 那現在到3月底以前就是財報的密集的公佈 然後甚至在5月中旬以前是第一季財報的公佈 所以接下來的財報 那大家會公佈 董事會會公佈鼓勵的分配 公佈今年的營運的展望 所以接下來會影響資本市場 影響台股的一些動向的 確實就是一些財報的數據 那除了當然就是企業的一些獲利的狀況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聯準會的一個升息的狀況 它會牽動全球的一個全球央行是否會跟進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呢 目前看起來大家認為應該升息一碼的機率是普遍的共識 但是我自己看的不是升息一碼 而是看的是接下來還會升息多少碼 那按照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一些訊息 大概今年2022年這個是FedWatch 芝加哥的這個奇交所他們所做的就是市場的一個統計的預估顯示 今年應該升息五碼的機率可能會落在13% 升息六碼的機率會落在29% 升息七碼的機率會落在32% 歡迎之今年即使三月份升息一碼 但是可能後面的時間會有升息四碼的這個可能性 那甚至甚至五碼升息六碼 所以接下來的金融市場其實大家就要有一個心理這個準備 就是會開始不斷的受到升息的影響 那升息會產生什麼影響 兩個影響 第一個就是市場的資金動能會減縮 那第二個影響就是本益比會開始進行修正 那尤其最近蠻明顯的一些高本益比的股票 都被砍殺的很嚴重 其實關鍵其實就在於反映接下來升息 所對資本市場所造成的本益比修正的這個壓力 那了解了這個影響之後 那我個人認為今年的投資啊 價值型投資會當道 就是你公司營運成長 然後股價又在相對合理的一些標的 它就有所謂的防禦性的價值 應該說就有條件去面對這一波升息 所造成資本市場的一些波動 那除了這個防禦性的股票之外 我覺得升息背後 它所代表的是充膨的一個狀況 那今年2022年我覺得是蠻類似 就是2004年到2007年那個時候 美國升息的期間呈現了一個樣貌 所以我覺得今年大家投資啊 我個人雖然很看好半導體 半導體股 我個人雖然對於金融股也有所偏好 但我個人還認為其實還有一個族群 大家可以去關注的 其實就是水泥食品這些類股 因為從2004年到2007年這個美國升息的期間 大家有沒有看到 台灣家群指數其實並沒有跌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很多人會很害怕 美國升息對台股的下殺的力道 但是我卻老生栽栽 因為第一個是台股本身有很好的獲利的條件 第二個我們台股的本益比其實沒有很高 我們台股現在目前本益比大概14倍 跟納斯達克的24倍來比 我們是整整少了10倍 所以我們本身本益比沒有偏高 所以就不會有進行太多的本益比修正的壓力 那處置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從2004年到2007年的期間來看 美國聯準會連續三年的升息 台股非但沒有跌 還呈現了上漲31%的內容 像電子股還上漲了36% 代表的企業當然包含了台積電跟鴻海 那當然其實這就反映出台股 其實對我來講老生栽栽 即使接下來進入升息的循環 因為我們台股跟美股企業的連動性是非常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成為少數在資本市場中 還會表現相對較好的一個區域市場 那當然除了整體的表現會較佳之外 那當然可以留意的族群啊 其實包含了水泥跟食品 當然我們看到在2004年到2007年 美國升息期間 平均漲幅最大的竟然是落在水泥類股 它平均漲幅來到84% 代表企業包含台泥跟亞泥 那食品股 平均漲幅是77.7% 那代表企業是統一跟大成 那上禮拜的直播中 我有跟大家分享食品股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 那今天我也想要跟大家講的是水泥類股 我覺得水泥類股 其實它在啟動升息的過程中 其實就有機會去推動這些的原物料股 它有機會去走一波不錯的一些行情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是選定了產業具有成長性的公司之後啊 那我一直在講嘛 我的贏家策略其實就是 好公司好價格買低賣高 那好公司 好公司就是可能這個目前的環境 是有利於它營運的走升的 這種叫做好公司 那好價格呢 好價格要怎麼決定 那我會試著從財報分析的角度去做一些依據 那講到財報分析啊 其實我個人其實是蠻喜歡用這個滾動式的這個 淨值比或者是滾動式的本益比 去衡量一家公司的合理的企業價值 那所謂的滾動式的 其實它就是參考過去240天 這家公司它的平均的淨值比大概落在哪裡 平均的本益比落在哪裡 然後再用這樣子的依據去推論出它合理的股價 那以這個1101的台寧為例啊 它過去240天的平均的淨值比大概是落在1.45倍 然後如果以2021年第三季的每股淨值在32.37元來看 那它合理的股價就是32.37乘上1.45得出46.94元 所以現在目前的股價是以3月16號的股價47.85來看 它現在目前股價大概是有點在合理之上一點點 對我來講啊 其實就是有了這個依據之後 當哪一天如果市場出現了一個波動 把一些好公司打到了合理價甚至打到便宜價的時候 就會讓我看到好公司越跌越美麗的價值 那當然如果這一路的市場認同 或是台泥持續的攪出不錯的獲利的表現 或者是市場認同水泥類股會出現不錯的一些內容的時候 那它的股價可能就開始往昂貴價走 那基本上你有了這個依據之後 你有了便宜合理昂貴的依據之後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創造你買低賣高這樣子的一個契機 除了台泥之外 那1102的亞泥也是 它近240天的股價淨值比 平均的股價淨值比大概落在1.08倍 所以如果以它2021年第三季的每股淨值 42.8元計算的話 42.8乘上1.08得出46.22元 這就是亞泥 它以第三季的財報所計算出來的合理的股價 這3月16號收盤價在47.6元 那看起來是有點合理偏高一點點 那這就反應還蠻強的 他們這亞泥跟台泥最近的股價確實是還維持得蠻不錯的 這個的依據其實就是提供了我們在做投資決策 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的準則 就是我們不只要投資好公司 甚至好價格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有特別提到淨值比的部分 那淨值比它有四種計算的方式 那有四種組合分別包含了 淨一季的每股淨值乘上固定式的淨值比 包含了淨一季的每股淨值乘上滾動式的淨值比 還有包含預估的每股淨值乘上固定式的淨值比 還包含了預估每股淨值乘上滾動式的淨值比 那這些其實如果你能夠了解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大致的去掌握一家公司的合理的企業價值 那其中滾動式的淨值比 其實也是我要跟大家來報告的 這也是標股經營APP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 那為什麼我們要了解這一些 剛剛比如說這一些的一些價格的變化 關鍵其實就在於這位同學所說的 這也是同學的一個真實的回饋啦 我們常常不管我們是使用標股經APP 然後我們會看到一些它和企業價值的一個區間的範圍 或者我在寫投家日報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財報分析的一些論點 那這些其實都是要讓大家有所依據 那這個依據的目的其實都是要讓大家克服心魔 這個心魔是什麼 有些時候會太貪心 有些時候會太悲觀 太恐懼 那因為你有了準則之後 那你就不至於會太貪心 你就可以去克服心魔 就有同學他自己在檢討啦 就是常常 這個股價過了目標價之後 你因為還想賺更多 最後的結果是報上報下 最後卻報到可能出現賠錢的狀況 所以我為什麼常常在跟大家形容 很多股票其實到了目標價 要做見好就收 那當然你可以有核心持股 衛星持股的部位 但是到了目標價要進行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今年更明顯啦 今年這個行情的波動 其實是頻率真的非常高 所以 當然因為頻率非常高 所以他就更容易創造出 讓你買低賣高 這樣子的一個節奏的操作的過程 所以在這個節奏操作的過程中 其實你要有所依據嘛 你不能憑感覺 那我覺得你懂得企業價值之後 那基本上你就會更有所定見 好那又一位同學他分享啦 他真的覺得就是 當你了解了你買的是什麼公司的時候 而且你了解了你買的可能是來到他便宜價 或者是特價的時候 即使空方來襲 即使像這一波大盤出現了蠻大的修正 很多的股票出現了很多修正的壓力的過程中 你也不會害怕 你也不會害怕 因為你會知道 最後他是非常很踏實 而且他最後都能夠創造出 不錯的一些報酬率 不錯的一些報酬率 所以這就是一些同學的一些回饋嘛 那這些同學的一些回饋的過程中 也分享給大家 那關鍵其實什麼 關鍵就是你會不會怕 你會有所依據 關鍵就在於 你對企業價值這件事情 能夠有更進一步的一些了解 在更進一步的了解過程中 你就會更了然於胸 這個市場股價的一些波動 那談到如何計算好價格 那剛好提到這個 這個標股金APP裡面 它是採用的滾動式的本益比 跟滾動式的淨值比 那這也是目前市場唯一個採用滾動式淨值比 跟滾動式本益比的 那從過去的經驗來看 它確實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那你看這一波這個 紅色這個曲線是股價走勢嘛 然後紫色是昂貴 粉紅色是合理 淺藍色是便宜 深藍色是特價 那其實你看先前台銀的股價有一度快跌到快特價 然後後來漲到這個紫色的部分就漲不動 又開始出現回檔修正 畢竟其實股價它會跟著一家公司的企業價值去波動 所以當你能夠了解公司的企業價值的時候 那你自然在股票操作上就不會迷失的方向 那跟大家報告就是我們這個標股金APP裡面 其實它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月費的方案 就是你只要月付1280 你就可以享受這個市場唯一一個財報AI的APP 我們這是一個不斷在進化的一款APP 那除此之外月費之外 另外還有年費的方案 就是要年繳12800 除了可以使用一年的標股金APP之外 你還可以參加財報魔法班 那我們預計下一次的財報魔法班 會預計在五月會開課 然後一共有25堂課 那這25堂課是由專業的助教來上 每天上一堂 每天上一堂 教大家怎麼認識EPS 認識本益比 然後我們會有影音的課程 會有講義 會有重點刺卡 那另外 財報魔法班 也會有專屬的LINE群 有很多的學長姐會跟你一起討論 在股票的一些分析的一些看法 那除此之外 它到期之後的續定價是每個月880元 所以也比月費的11280元還要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個年費方案 它是非常物超所值 它可以讓你還可以上這個財報魔法班 那我們預計下一次開課的時間大概是5月份 4月9日